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過去幾個月的爭議是由於特區政府處理修例工作的不足 我個人需要為此負上很大的責任 這件事引起社會矛盾、紛爭和焦慮 我在此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誠道歉 李宗盛 在我公僕生涯裏面 我一直盡心盡力服務市民 但是這一次令我更深切明白 作為特首 我要更加努力 平衡社會不同的意見 了解市民的想法和感受 我衷心希望 香港經歷過這次事件 受傷的人能夠盡快康復 社會的裂行能夠盡快修補 因為香港是我們大家的 因為只有同心同行 才可以為香港帶來希望 大家好 歡迎收看《毓民踢爆》 今天是2019年6月18日 在兩個小時前 特首林鄭月娥在政府總部召開一個記者會 公開向香港市民表達真誠的道歉 林鄭月娥說 經過連續兩個星期日的大型遊行 市民透過和平理性的遊行集會 表達對修例的憂慮 即逃犯條例 對政府 特別是個人的不滿和失望 他都一一聽到 會認真反思反省 過去幾個月的爭議 是由於政府處理修例的工作有不足 他個人就需要負上很大的責任 也就社會矛盾、紛爭和焦慮 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誠道歉 當有些記者不停問他 會不會辭職下台 他的答覆是說 他幾十年公務員的生涯 一直盡心著令的服務市民 經過這次事件之後 他就更加要努力做得更好 即是告訴大家 他不會辭職 是吧? 這個所謂道歉 真誠的道歉 就被前陌日政府發言人發聲明 代替他自怯的說法 因為自己親身出來道歉 但是你想想 過去這兩個星期上過街的幾百萬人 會不會接受他這個所謂道歉 跟著不下台 然後呢 就說他會更加努力 把這個工作做得更好 是吧? 同時也承認 未來這三年 他的任期的管治更加困難 是吧? 因為這是信心問題 其實市民對政府完全沒有信心 我就很懷疑 你怎樣管治下去呢? 特別是大家看到 在過去這個所謂逃犯條例修訂的 引發起這個政治風暴 固然就是 絕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反對政府 這條惡法 是吧? 當然有些人說 如果我們仔細一點 看看法例的相關條文 其實呢 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香港人 已經有一個套版的印象很清晰的了 就是說 對中國的司法制度 是極不信任 而你移交逃犯 是涵蓋這個中國大陸地區 那就真是大件事 很簡單的嘛 那你怎樣去說服香港人 改變這種套版的印象 認為中國的司法制度不是那麼差的 互相移送逃犯沒有問題的 這個工作根本是做不到的 還有現在很明顯 經過過去這22年 這個特區政府的管治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這些所謂騙人的鬼話 一一被揭穿 共產黨加強對香港的操控 干預 甚至西微都 香港的立法會選舉 中聯辦都要插一手 是吧 立法會選舉 產生了一些議員之後 要成立一些事務委員會 或者誰做大會主席 是吧 中聯辦一樣要插手 這20多年來 大家會以文目睹很清晰的 還有一樣最重要的就是 為何這麼多年輕人 包括中學生 大學生 都上街反政府 不只是反這條惡法 是反政府 就是因為這個政府 和我們的下一代對著幹 這個我在我自己 在立法會的期間都經常說 在2016年 所謂被他定性暴動之後 幾十人坐牢 現在 今次你又定性暴動 記者問 你收不收回這個暴動的定性 他說他接受盧偉聰的解釋 這個是 如果你有參與暴動 那就暴動 沒有參與暴動 那就暴動 說了等於沒有說 整個記者會 這個所謂公開道歉 這個記者會 只是告訴大家 他是明還不靈 死不改悔 絕不下台 是吧 當然有些人認為 他下台 換了第二個做特首 不是一樣 但是問題就是問責 換了一個特首 是不是一樣 這是另一個問題 而是你要為這件事 去問責下台 承擔這個政治的責任 是吧 但是你死不改悔 明還不靈 絕不下台 是吧 那麼你香港人 怎麼可以接受呢 我看不到這些泛民主派 他們繼續會有些什麼 進一步的行動 我相信他們都不應該 對林鄭月娥 這個道歉 就收貨 然後整件事 這個反逃犯條例 收定 這件事就是完了 是吧 特別我們最關心的就是 現在你說五個人參與暴動 涉嫌暴動 那麼你會不會起訴她暴動罪呢 現在還不知道 假如有人被暴動論罪 請問大家是否要聲援 這些被扣陷邏輯 暴動罪名的示威人士 是吧 大家要搞清楚 是吧 這個是短期的 長期的來說 這個政府 還可不可以有效管治下去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有在立法會裡面 在政治建制裡面的 這些所謂民意代表 你們要思考一下 未來 整個特區政府的管治 這個行政和立法的關係 你們究竟會做些什麼 向這幾百萬的香港人做一個交代 是吧 言微之急的就是 他現在死不悔改 死絕不下台 是吧 其實在立法會裡面也有些機制 當然 這些機制要實現是非常困難 因為要有建制派議員合作才行 政府提出一個法案 大家否決了它 接著 第二次又否決 接著他就要解散立法會 從選了的立法會 又否決政府提出的議案 那這個行政長官就要辭職 這個基本法寫得很清楚的 不過他做到這一點是很困難 但至少是要推動 是吧 令這一位行政長官下台 是吧 有些人認為 他否下台是共產黨作主 但是他稍為知道廉恥的話 知道香港人多麼討厭他 他都應該要下台 是吧 問責 是吧 不應該亂斬這個特首的權位 因為 未來這三年 他根本不能管治下去 是吧 你看到這件事 很清晰的 喂 你在你自己陣營裡面的人 都造反了 現在是 對不對 所以對於林鄭月娥 今天這個所謂真誠道歉 我們是絕不接受 不能收貨 大家好 我是毓民 我現在要宣布 關於毓民在 Facebook專頁直播 新的 加多一個 就是YouTube 黃毓民頻道 都可以看到直播 大家看完之後 可以在這裡按訂閱 是吧 你可以看到 好 毓民在MyRadio節目的 重溫 和直播 還有 毓民的YouTube頻道 你可以看到 過去八年 黃毓民在立法會 發言全紀錄 非常之精彩 記得要訂閱 毓民YouTube頻道